第二卷,第六章 梁定谷仍是多少被景成的气势震惊 我们对望了眼,按照景成的推测 杀禄很快会再次出现 我想起了七个生死未卜的人 他们很有可能是空手下一批送入地狱的人 景成站起来说 好了,我去过空岸现场 但没有找到空手留下的信 我担心会破坏现场环境 所以我就留在这里等你们 既然空手留下的谜题暗示死亡 我想回到空岸发生的那艘船上 我们没有坐停留 一起前往了码头 然后乘上了弘七三八号船 甲板上面是残留的血迹 和死者被发现时候的位置勾画的轮廓 景成一声都没出 他在船上素饰了很久 他的目光最后定格在船头 用鲜血描绘出来的荷鲁斯之眼上 好,景成身边跟着说 天空之眼 象征鹰头神能够见到世间的一切 空手留下这个图案 想让我们看到些什么呢? 景成把我拉到眼的正中间 这个也是死者 葛安平被发现的位置 他什么都没说 而是睡在完全未干的血迹当中 刚好就是船头所画眼的地方 景成躺在甲板上对着我说 你从上向下看 只能够见到这只眼 但是空手把荷鲁斯之眼画在甲板上 他的目的是叫你从这个角度看 我低下的头 刚好和景成对视 我即时反映过来了 空手叫我们看四者葛安平 景成面无表情的看着我 你再好好地想想 看见的是葛安平吗? 哦!是冥界的船夫 苏甲反映过来 然后说 空手是用鲜血描绘的赫鲁斯之眼 说明在画的时候葛平安已经被杀 而空手将他索造成参船的姿态 可见从荷鲁斯之眼的角度看见的 其实是空手切想的冥界船夫 我眨然之间明白过你 我拿出了空岸现场拍摄的相片 按照葛安平死后的姿势 我发现死者的头是低垂的 但是双眼的视线 刚刚好和甲板上的荷鲁斯之眼对视 看看我的功绩 连神都会为之而接伏 我皱着眉头急切地说 冥界船夫属于冥界的神 空手留下的话当中 接伏的神指的应该就是冥界船夫 空手试图叫神看一下他的功绩 到底是什么功绩呢? 或者说空手希望神见到什么呢? 警惩一呆 他摘着头看了看身下的甲板 他的手慢慢触摸着布满血迹的船身 他的神情漸漸露出惊吓 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有些抽搐 陆雨晴的声音激动到什么 他跟着说 葛安平死了之后的姿势 是躲下的头撑船 他的视线看的并不是荷鲁斯之眼 而是这只眼下面的船舱 船头的甲板下面是用来存放货物的仓库 我第一反应就是空手把七个人关押在船舱里面 等梁定国派警员去检查过之后 但是发现船舱里面什么都没有 梁定国一边是落着警成说 我就知道你信口开河的 还说什么都要冥界船夫 你真是当警察白痴的? 七个生勾勾的人 被收在船舱里面早就被发现了 唉,你说得对 警成竟然没有反驳 他好像早就估到船舱里面 不会有什么发现 他的声音异常的低沉 表情也很默然 我太了解他了 我知道这个表情出现在警成的面上 意味着什么 我跟着问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你好像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 追捕怪物首先就要把自己变成怪物 警成低下的头 望望双手在甲板上染满的血迹 他的声音透着无力的软色 正常人眼里面看见的只是一只发生过空岸的船 这样在怪物的眼里面见到的又是什么呢? 我回答着说了 冥河之船 在希腊的神话当中 冥河之船只有亡灵才会乘坐 冥河之船只有亡灵才会乘坐 冥河之船夫卡尔伦 如果发现没人偷偷地潜上船的话 会无情地进行驱赶 所以警方发现这只船的时候 上面只有三名死者 警成蹲在船员的旁边 一边洗手一边说 梁定国的声音加重了反驳着说 暖说无为的力 监定科在船上提取到一些完整的子民 而且证实了这些子民遗留的时间不超过48个小时 通过对比证明 子民和死者的家属混合 由此可见 空手在行空的时候 死者家属也在船上 警成武理梁定国 而是站在身上 放在手上的水 然后说 嗯 是啊 死者的家属 当时的确在船上 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并不跳 我不由自主 喉咙的喉结动了一下 我重新站在死者葛安平的角度 俯视着一甲板上面的荷鲁斯之眼 我的心底一股良意向全身蔓延 你是说 空手处决了三名死者之后 将这艘船索造成为冥界之船 从这一刻开始 就预视着地獄之门的开启 只有死人才能上这艘船 而活人将会被驱赶下去 苏锦掩着嘴 声音有点线斗地说 葛安平低头看的 不是甲板上面的荷鲁斯之眼 是 是船的下面 梁定国应该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意景城的说话 接着他说 船舱我们不是检查过 什么都没有吗 陆雨晴低声地说 船的下面是海? 梁队 你立刻请求海警的船 前往空岸海域 坐标位置 111.920305 21.683543 派出潜水员搜救打撩 我的声音显得有点无力 从案发发现到现在已经三天 难怪我在京城上面 看到那种阴迷的表情 梁定国先是一外 他很快就都明白过你 他的嘴慢慢地摸大 震惊无比地看着我 很快就 他回过神力之后 立刻联系了海警 而且亲自带领警员前往出事的海域 我们回到警局等进一步的消息 虽然真正破解了空手留下的谜题 但是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我猜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明白 这一次我们拯救不了任何人 等待梁定国的只会是七具冰冷的尸体 京城坐下来 他万笔惊心地说了 唉 不要再去糾结那些 已经没办法改变结果的事了 更何况 你们已经尽了力 不要太过自责 七条人命啊 我挖了他一眼 看来他一点都没有改变 和以前一样冷漠 如果我能够及时破解空手的谜题 或者 或者真的可以拯救他们呢 京城的声音带着嘲讽地说了 你的对手和两年前的一样 不是普通的空反 而是心理扭曲的怪物 你经历过和怪物的游戏的啦 你难道还认为这些丑陋的怪物 会留给你拯救猎物的机会吗 陆雨晴大吃惊地说了 你是说 空手自此自终 都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京城摊摊手 轻描淡死地说了 你们能够破街迷题 找到坐标位置的空案现场 但是真正的迷题 就在葛平安的胃里 等到你们完成施检 至少都要十个小时啦 我听明白京城的言外之意 但是我还有一些疑惑地说了 没有你的话 我们没可能这么快 会知道空手真正的意图 就算知道了都无保于事 十个小时的时间 受害者根本上 没有可能有生还的机会 既然空手早就已经做好灭门的打算 那为什么不一次性完成处决呢 希望 空手 是故意留下一个很渺茫的希望 但是因为这个希望 关系生死 所以会被无限地放大 就好像跌落水的人 看到一条稻草都会死死地抓住他 空手要做的 就是最后摧毁这个希望 空手 竟然双手撐住他头 他摧毁了一张椅子 他的样子就有些慵懒 他继续说了 死亡似乎满足不了空手 从心理行为分析 空手在追求精神层面的自我满足 空手希望得到的是痛苦和绝望 你说这案子会不会和 不会 竟成斩钉截铁地否认了 但是空手案发现场留下了信 和七年前凯撒留下的信一样 都是出现了斯芬克斯的图案和迷体 关于凯撒的案情细节 全部都封传在斯党案当中 没可能会有人接触 而且在叶良穴自杀之前 接到那个电话 竟然出现了在凯撒的现场 我神情严峻地对着景成说了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两宗案 或多或少都和凯撒有关 七年前凯撒留下的谜题 吻含着凯撒超乎常人的智商 而这一次的空手 留在信当中的提示 就显得平常而简单 空手和凯撒之间 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 而且凯撒的谜题 虽然将生命当成筹码 但是凯撒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但是这两次凶案当中 空手留下线索的原因 只不过是叫你们参与 和见证杀戮的过程 如果一定要将两者进行比较 凯撒更加像紳士 而这一次的空手 就正如一些很恶劣的野蛮人 景成带任何主观情绪 很忠肯地评价 苏这么说了 也有可能是模仿作案呢? 会不会空手也是凯撒的门徒? 景成领领头 他的回答很肯定 凯撒对于全城尤为之体重 这两宗空杀案的空手 展现出了极大的杀戮欲望 灭门是典型的复仇心理 空手在索取同等价值的心理位置 空手杀戮的动机 不符合凯撒的精神原则 我皱着眉头说了 但是叶良月自杀的神秘电话 怎会出现在空案现场呢? 这两年来 我一直在追查这个电话的主人 但都没有任何收获 每一次这个电话响起 死亡就如影随形 你就不好奇 电话那边的到底是谁吗? 这个就是客彩虹 为什么叫我参与这宗空案的原因 两年前海散门徒这宗案 虽然结了案 但是黑彩虹认为 还不能够概观定论 最后打给叶良月的电话 似乎预示着 还有我未察觉到的事 黑彩虹 希望我借着这次空案 继续追查下去 警成伸了个难腰 不以为然地说了 唉 不过这段期间 警方 就不会承认我的存在 陆雨晴好奇地问 那 你现在以什么身份 参与征破案件? 不良人 警成淡淡地笑 不良人? 我有点诧异了 蘇锦忍不住笑着说了 他现在的身份 还在途空返 警方当然不会承认他的存在 唐代官府 征用一些有恶职的人 充当暴快 那些人就称为不良人了 不良人这个名字 真适合你 反正你都不习惯受约束 说真的 黑部长对你真的没得顶 如果换作其他人 都不知被判多少次刑 警成似笑非笑地 瞄了蘇锦和陆雨晴一眼 他面上露出了尴尬的微笑 黑楚红叫我告诉你们 癫狗年纪已经大了 受不了我的折磨 所以这案结束之前 就由你们负责监管我 在这个期间 如果我有什么行差答错 他就会为你们示问 我们?我们? 蘇锦和陆雨晴一面吃惊地看着他 为什么我们? 警成的表情很无奈地说了 这条老狐狸那盘帐算得很清楚 老狐狸知道我厌倦权势和约束 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约束力 但他可以肯定我不想连累朋友 天才总是苦视蠢人 所以天才才很难跟蠢人做朋友 警成就是这样的天才 他的孤傲注定了他很难结交的朋友 但一旦被他认定为朋友 他就会更加珍惜和在乎 陆雨晴笑得很开心 哈哈 蘇锦啊 你有没有听到觉得这件事 根本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啊 黑部长为什么选我和雨晴呢 蘇锦很无奈 他笑着指着我问 为什么不选秦民斌 他负责监管你不好吗 警成笑而不语 显然他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看见旁边坐着警成 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时候的场景 好像过往的一切都刚刚发生了昨天 我一直期待着和他重逢的这一天 原本以为会有很多话跟他说 但现在我就发现他好像从来未离开过一样 只是可惜他以后能不能再用警成这个名 我向他伸出手 跟着说 你好 傻哈 警成握住我的手 伤识一笑 跟着说 你好 死神 spa 这条坑 哎呀 不是 是 寻似的 嗯 所以 寻似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